德国2000人民币一万的五星期酒店 和19欧一万的青年旅社 实际入住体验都是什么样的 我进的是六人呼和房 男女呼和 你介意我了 我一点都不介意 好好享受 Betvans 这里是上完洗手间 然后这个一开 我开始开始这里的车子 那么坑都没有 所以你来到韩国吗 我愿意在韩国工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德国2000块人民币一万的酒店 这家酒店坐落在拉茵河谷的高处 是一座很传统的建筑 很多领导人 像Queen Elizabeth Bill Clinton和Nelton Mandela 都来这里居住过 你看我觉得这个酒店 真的是像国家领导人里面住的 对吧 这些酒店对狗狗都很友好的 一般在德国比较好的酒店 你都可以带狗的 只要你付个二三十欧元的清理费 就可以了 这里最便宜的房间是1800块人民币 能在网上订到最贵的套房 是7600块左右 我估计总统逃房是要自己招酒店预订 价格应该在一万多人民币一个晚上 你们住过最贵的酒店是多少钱呢 这个房间呢 我觉得装修我很喜欢 让人觉得很舒服 又不是老气 房间虽然不是很大 你们看2000块的价格 在德国有一个20平方左右的五星级酒店 但是这里的风景是绝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拉银河 坊间里卫生间虽然比较小 也没有浴缸 但是在马桶旁边 却按了这样的一个装置 你们猜猜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 这个我以前以为 就是拖地我们用来冲那个扫把的 后面我到了这里我才知道 你不要说 演示一下 这里是上完洗手间 然后呢 然后这个一开 现在你们知道了 洗屁股的 这个有人可以跟我们科普一下 据说这样比用卫生纸要更卫生 因为你可以洗得更干净 有一些国家 尤其是阿拉伯国家 他们都是用水洗屁股 然后我们都是用纸擦屁股 这个是向下的 我怎么冲啊 然后你拿这个 应该是 好有画面感 酒店其他配套设施也很齐全 有这样高级的西湖瓶 有咖啡机 有健身房 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婚礼会场 在这里办婚礼绝对是这样的 晚上我们睡了一个大床房 让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两条被子 因为我老婆特别会抢被子 德国酒店一般都会提供两条 你们和另外一般睡觉会睡一条被子还是两条 欢迎投个票 因为有朋友与我们在这里一起享受一个礼拜天的Piano Brunch 所以我们没有订早餐 一直等到中午 我个人觉得很值得等待 对了 给你们投入一下这个价格 78欧元一个人 不过这里吃的毕竟不是美食 而是风景和历史气息 这家酒店虽然跟我在中国住的同价位酒店相比 面积会小很多 但是它的历史 人文气息 包括风景 食物和服务都特别好 所以我愿意给他私信推荐吧 下面我们来入住一下德国19欧的青年旅社 我现在网上预定一下 说实话 我有点紧张 因为我要住一个多人的宿舍 而且好像是男女混合 他们的广告语是 你在克隆的位置 睡觉 放松 聊天 吃饭 喝酒 party 叫朋友 这个就是他们那边的气氛 他们最豪华的房间 你单独的房间 你一个人睡 然后有自己的浴室 46欧元起 然后最便宜的一个6个人的房间 19欧元起 这个好像是真的是男女混合 然后他们8块5 还可以加个那个自助餐 明天早上吃一下 比共是27块5 能不能带Einstein sorry 不能带宠物了 但是他们说你可以带你的小娃娃 要是你有一个Teddy bear 你可以带的 要带自己的毛巾 或者花一块欧元租他们的毛巾 Betvancen Betvancen 我的妈呀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 我要看一下这个Betvancen用中文怎么说 臭虫 为什么我订完这个房间以后再看到这个消息 他们好像那边会有臭虫的问题 好的 那我特别特别期待去他们那边 说不定我能碰到很有意思的人 我订的是六人混合房 男女混合 你介意吧 我一点都不介意 好好享受 我要住的酒店就是在后面 我还没进去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 大家最大的好处 它在市中心 就直接在市中心 再往那边走两三分钟 就是火车站和科隆大脚肠 好 这是你的键币 我收盖的是在不末 好 然后我们将明天到这一天 在当时 这些地方关门 然后对幕门门门门门 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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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我们村第二天 当时大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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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谢 起来 我是三明二 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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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我看外面虽然很小 但是还挺干净 我现在想起来的 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也住过一个私人宿舍 那个时候 那个空调非常的吓人 就直接堆着我 这是我睡得最不舒服的一张床 这个走廊还可以 这应该是工庸人洗手间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厕所 跟坑都没有 搞错了 再来 厕所也很干净 你们看 哦 稍儿倒是 单独的 而且还行 蛮干净的 目前来看这个性价比还可以 这里的押金也是很可爱的 一般要是你们住宿星几九天 这个押金要50块美金 或者100块美金一个晚上 然后这里的押金是 一块欧远 我感觉是有一点吓人了 要是爱因斯坦在这里就好 我到房间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多 但是已经有人在关灯睡觉了 我悄悄的把背包放进去了就赶紧出来了 所以我是第二天早上才拍到房间里面的样子 给你们看一下 冰房里 呃不是 房间里一共有六张床 床单背罩都有的 但是需要自己套 还有一个西域台和柜子 其他就没什么了 非常朴实无法 我现在感觉比较尴尬 哎呦我已经好久没有住这种情侣社 也不知道跟旁边的人要是怎么打身 因为我真的很害羞 还可以加其他东西吗 什么加其他东西 就是可以加你微信吗 对 而且都是那种三四十岁的男的 跟我以前去的那个情侣是感觉不一样 像我在澳洲啊 那边住的情侣是全部都是全球的年轻人 会一起玩一起嗨一起开心 然后这里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么多单身男的 就四五十岁的这种样子 在房间里也没办法待着 因为我一般喜欢晚上在房间里看书 A few moments later 平时很喜欢睡觉 非常期待上床的感觉 但是今天时间都不期待 看看通往我的房间里有没有更多人 我刚刚检查了一下床 看车去挺干净的 也没有感到抽中 但是我不敢脱衣服 虽然我平时落着睡 然后我现在带耳机 所以我可以讲话很轻 然后你都能听得到 不过我两个睡以后还是睡觉挺安静的 反正比我老婆安静 我感觉我今天应该会睡个好觉 我跟你们说啊 在我旁边的人他们有大呼噜 有 睡上有味道 我不知道我今天会不会睡啊 你看这个是外面的客人 看看吧 今天会睡得怎么样 但是这个床也很长 现在快十二点钟了 我旁边的人打呼噜越来越响 现在有人进来 他又开了床又开了床 早就打开了床 早就再来 操开了床 早就走 I don't think 所以你到来来 来来来 但是我 Ariana Mono 所以你来来来来 来来 我里来 我 reserv 好 好 你回来 再去Cologne 明天去 我在Düsseldorf 你去吧 我认为不 我不知道 明天去 我明天去 明天去阿亨 什么? 阿亨,你知道吗? 大概1分钟 哦 Burashibut to Germany 对,对,对 你对 左边 右边 我这碰到很有意思的人 现在已经快7点了 这是我认识用的一次 带着这样的二期睡觉 因为我碰在这里 大湖 他可以让世界冠军吗? 我知道中国大学省 基本上都是住宿舍 你们那边怎么会解决这个大湖的温期 我要说,我今天睡在这里 睡得还可以睡了四五个小时 比我想象中也好 就是这个人大呼噜 真的是非常厉害我的妈呀 一个晚上看了一整片子女 这个地面真的很臭 不知道是我睡了我身上的味道 还是这个房间的味道 然后对不起各位 这里的早餐我没办法给你们看 因为它网站上写的是7点半开始 昨天前台的人跟我说8点开始 然后刚刚那个前台的人跟我说8点半开始 但是我等会还要去另外一个城市 拍另外一个视频 那我就真的没时间再看看这里的早餐怎么样 所以这个8块5欧元是真的浪费掉了 我看他们这个酒吧看着蛮不错的 感觉是一个正常的酒吧 但是昨天关门了 所以要是你们要来的话 你们就不要星期天和星期一来 它从星期二到星期六开门 这家酒店从隐私和卫生角度来说肯定没有那么好 但是价格真的很低 而且位置在市中心很适合来德国穷有的年轻人 可以帮助他们解身很多旅游预算 而且没准还能交到世界各地的朋友 虽然我今天没这么成功啊 那总体来说我就给这家酒店打个三星棒吧 你们还想看我在德国做哪些对比视频 或者德国跟其他国家也可以 欢迎脑洞打开留言评论给我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 拜拜